2024年3月25日,红星新闻的一则爆料震撼人性。回首2017年,翟欣欣和苏小茂的事闹得可大了,跟王宝强的前妻马荣一起,被人们叫做渣女二人组,搞得好多年轻人都恐婚恐欲了。 9月7日,威凤论坛在凌晨三点多,突然蹦出一条让人心惊肉跳的消息,说他们的老板被一个叫翟欣欣的毒妇给害死了,威凤眼看就要垮台了。本来,大家是想趁着夜深人静蹭个免费国际长途的便宜,谁曾想却撞上这么一出恶妇杀妇的大戏。 无数网友熬夜也要看个热闹,翟欣欣,这名字听着就不是什么善茶。 这毒妇到底怎么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的? 酒窝谈其文,与君共谈天下奇闻一事,感谢订阅,也有人不信邪,觉得这八成是威凤被黑客给黑了,或者是夫妻俩想借机炒作一把,可才过了两个多小时,悲剧就真的降临了。 据北京警方后来的通报,9月7日凌晨5点左右,威凤的老板苏小茂从他家在西二旗的高层楼上,一跃而下,37岁的生命就这么没了。 警察在现场看了看,发现他杀的可能性不大,他姐姐也说了,当时苏小茂的日子过得很难,公司资金链断了,眼看就要破产了,而且不久前,他才跟翟欣欣离了婚,翟欣欣不仅要求他把房子车子都过户给他,还要了1000万的补偿金, 这破产和离婚两座大山,把苏小茂压得喘不过气来,9月6号晚上,姐弟俩还在看电视聊天呢,结果他姐姐困得不行,苏小茂就让他去书房小床上密一会儿,谁曾想,这一睡就是永别了。 几个小时后,保安在楼下花坛里发现了苏小茂冷冰冰的尸体。 他在客厅电脑上留了一份遗书,遗书开头讲,我是威凤的开发者,今天我就要走了。 威凤以后没法运营了,抱歉,我从没想过会是这样的结局,我竟然被前妻翟欣欣给逼死了。 后来,警察在苏小茂的手机里发现,翟欣欣在事发前长达14个小时里给他发了几百条短信,有语音也有文字,内容很难听, 从讽刺挖苦到侮辱谩骂,啥脏话都往外冒,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个知书达理,温柔可人的高知美女能干出来的事。 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,哪怕苏小茂已经跳楼了,他的手机里还在不停地收到翟欣欣的辱骂短信。 那么,苏小茂又为何会心甘情愿地被妻子逼到如此地步呢? 苏小茂生前,本是个福建农村的小伙子,家里排行老五,前面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。 他从小就知道,要想改变命运,就得靠自己努力,于是他拼了命地学习,终于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,成了村里的大学生,毕业后他留在了北京,成了一名软件工程师, 后来又自己创业,开发了WiPhone这款通话,一下子就成了互联网上的小名人,也赚了不少钱,可别看苏小茂成了富翁,他骨子里的朴实一点都没变,平日里,他就穿二三十块的T恤,理发也是去街边小店随便推一推,他不抽烟不喝酒,也不爱出来聚会,整天蹲在家携带嘛。 他赚的钱,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,给父母和哥哥姐姐们花,他还承诺要给年幼的侄子侄女们出学费和生活费,事业有成后,他在婚介网上认识了翟欣欣,而翟欣欣,曾是个都市美女家才女,她有着北京户口,是公务员,还是名校毕业,在国外也度过金, 她长得漂亮,身材也好,还会画画,跳拉丁舞,游泳也是一把好手,这样的条件,在婚介网站上很容易成为香伯伯,可为啥条件这么好的姑娘会去婚介网站呢? 苏小茂也没多留个心眼,3月30号,她就急不可耐地约了翟欣欣,在一家挺有格调的西餐厅见面,苏小茂个子不高,也就一米六五出头,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营养跟不上,所以这身高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, 而对面的翟欣欣,可真是个美人胚子,一米七的个头,身材苗条匀称,穿着打扮一看就是城里人,白领丽人的范儿十足,那天苏小茂一见到翟欣欣,眼睛就直了,可再看看自己站在翟欣欣旁边,就像个小矮人似的,这让她紧张得手足无措,晚餐结束后,两个人客气地道别,苏小茂心里却很失落,她觉得这么优秀的女孩子,肯定是看不上自己的, 可没想到,她一回家就收到了翟欣欣的信息,约她第二天一起看电影,我这就是中了大奖了吗?苏小茂一下子被激情冲昏了头脑,这次约会,两个人不仅看了电影,还一起吃了晚饭,聊天时,翟欣欣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感情经历,称自己只在大学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,毕业后就分手了,之后,她就把心思全放在了工作上, 相亲也相过几个,但都没感觉,直到遇到苏小茂,才觉得恋爱的感觉真好,这话听的苏小茂春意蠢动,她心里想,难道自己不仅在事业上有起色,连感情也这么顺遂,可也有朋友提醒她,翟欣欣条件这么好,还有北京户口,怎么会看上她这个乡下来的老小子,别是冲着她的钱来的吧? 似乎翟欣欣早就料到苏小茂会有这样的疑虑,认识的第三天,她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,几只小鸟飞过一栋豪华别墅,配得文案是鸟路过我的家,那时候北京房价正高,这样的别墅,哪怕在郊区,也得不少钱,翟欣欣说,那是她的家,苏小茂一听,好奇心就上来了,她追问翟欣欣,翟欣欣先是东拉戏车,掉足了苏小茂的胃口,然后才冷不丁地发过来一张房产证,上面赫然写着翟欣欣的名字, 她说,那是父母给她买的婚房,结婚后他们就可以拎包入住,她家境这么好,怎么会在乎我这几个童子?感谢上仓,感恩伟大的爱情。 如今,苏小茂的心底总算是波云渐日了,苏小茂被翟欣欣因时的家底震撼到了,内心的好胜之火瞬间被点燃,她不甘示弱,一股脑地将自己的银行存款,公司资金,乃至股票信息全数展现给翟欣欣, 这份略显稚嫩的财产展示,却意外地击中了翟欣欣的心险,当晚翟欣欣便发来信息,直言第一眼见到苏小茂,便预感两人会步入婚姻的殿堂,苏小茂将是她未来孩子的父亲, 这番话让苏小茂彻底沉醉,她从前的犹豫与观望瞬间被幸福和激动所取代。 她当即向翟欣欣表白,两人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短信中悄然确立,随后的日子里,翟欣欣短暂前往广州,空间上的距离反而让两人的情感愈发炽热。 一开始,两人的感情挺好的,苏小茂觉得翟欣欣温柔大方,有才华,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,翟欣欣也对苏小茂表示欣赏,翟欣欣每日通过短信对苏小茂关怀备至,还共同憧憬起婚后环游世界的浪漫图景。 翟欣欣归来后,苏小茂带她参观了自己的公司,将她介绍给仅有的几位朋友翟欣欣温婉得体,赢得了大家的赞誉,也让苏小茂深感自豪。 一个月后,翟欣欣主动提出前往苏小茂的福建老家探望,这一提议让苏小茂一家喜出望外,他们全力筹备,生怕有任何不妥之处,翟欣欣来后,不仅不嫌弃农村的条件,还主动帮忙做家务,下厨做饭,与苏老太太一同感激,赢得了苏家上下的一致好评。 苏小茂的父母更是对这个准儿媳赞不绝口,临别时还赠予了她一个大红包,然而苏小茂并不知道这一切的美好,其实只是翟欣欣精心不下的局,她擅长操控人心。 故意让苏小茂体验这种如入天堂般的极致幸福,而背后的真正目的却隐藏得更深,对于苏小茂来说,她对物质享受并无太多追求,但对身边的人却异常慷慨,翟欣欣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对特斯拉的喜爱。 苏小茂一听便心领神会,毫不犹豫地为她全款买下了一辆百万级别的特斯拉作为定情礼物,翟欣欣收到爱车后欣喜若狂,连发数条朋友圈炫耀,但照片中却未见苏小茂的身影,更未提及她的名字,更没说这车子是谁出的钱了。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这段关系,注定是令人唏嘘的结局,而且这个时候,两个人才认识两周,翟欣欣就展现出了她那狮子大开口的本事,这仅仅是开始,后面才真是让人瞠目结舌。 他们后来又顺道去了海南旅游,到了三亚。 翟欣欣就像个地主婆一样,熟门熟路地拉着苏小茂去看楼盘,一眼就看上了一栋价值三百二十万的独栋别墅。 苏小茂虽然心里有点犯嘀咕,觉得翟欣欣对这地方太熟了,不太像是第一次来,但还是在翟欣欣的软磨硬泡下,三天后全款买下了这栋别墅,房产证上还写了两个人的名字。 更觉得是,瘦楼小姐事后回忆说,翟欣欣在签合同前还特意问了,离婚后房子该咋办? 买完房后,他们又在海南玩了几天,然后飞去香港,到了香港,翟欣欣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 疯狂购物,摄制品刷起来,眼睛都不眨一下,跟她之前标榜的经济试用型人设完全不符。 回到北京后,她更是以银行卡被盗用冻结为由,直接要来了苏小茂的卡和密码,继续她的买买买生活。 苏小茂呢,就像被下了迷魂药一样,对翟欣欣的这些行为视而不见,只想着怎么哄她开心。 她还坚信,他们两人是奔着结婚去的,给翟欣欣买的这些东西,以后都是共同财产,提前预知而已。 可是,这段美好的恋情,在两人即将领证结婚的时候,却急转直下,相识才两个月。 翟欣欣就主动提出要和苏小茂结婚,理由是自己岁数不小了,想早点给苏小茂生个宝宝。 苏小茂一听,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,商量好了,6月2号就去民政局领证,可想不到,6月1号晚上,翟欣欣突然说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见自己曾经结过婚又离了,这话一出,苏小茂的疑心立马就上来了。 在她的反复追问下,翟欣欣才说,自己曾经因为要拿到北京户口而跟她假结婚,但后来那男的反悔了,不愿意离婚,听到翟欣欣居然是二婚,还一直瞒着自己,苏小茂整个人都懵了。 她半场才说自己需要冷静一下,可能明天领不了结婚证了,结果这话一出,翟欣欣反而炸了,立马收拾东西搬出了苏小茂的家,苏小茂顿时心碎了一地,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抱头痛哭。 第二天,她竟然主动去找翟欣欣卑微地道歉。 祈求她别生气,可翟欣欣呢,不仅没给她好脸色,还反过来指责苏小茂伤害了她,让她在家人朋友面前丢了面子。 看他们的聊天记录,你简直会怀疑自己的眼睛,明明是翟欣欣隐瞒婚事,欺骗感情,可她却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。 她提出要让苏小茂每天给她打五万块钱,作为悔过的诚意,直到她同意领证结婚为止。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,可苏小茂居然还真就答应了。 更离谱的是,当苏小茂提出要看翟欣欣的离婚证时,她居然说要再拿八十八万才给看。 苏小茂乖乖地把钱打了过去,结果她看到离婚调解书后,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。 男方的名字根本就不是之前说的李铁军,而是一个姓刘的男人,这事儿不管是搁在谁身上,谁都得气炸了。 苏小茂虽然迟钝,但也察觉到了不对劲,她觉得自己还需要多了解了解翟欣欣在考虑结婚的事儿。 结果这一下,她又把翟欣欣惹毛了,苏小茂,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 翟欣欣破口大骂,还动手打了她,两人冷战还没几天,苏小茂又屁颠屁颠地跑去找翟欣欣。 继续她的道歉,悔过,打钱三件套,而翟欣欣则更肆无忌惮地提要求,说因为户口本上的小插曲, 得让苏小茂再掏四十五万八千的赔偿金。 苏小茂呢,也是让人捉摸不透,怎么就对她那些无理要求全盘接受了呢? 看来,爱情这东西,真是能让人智商下线,理智出走,翟欣欣就是个扑娃高手, 她先给人一点甜头,让人觉得像是掉进了蜜罐里,然后就开始各种找茬,各种折腾, 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让苏小茂掏钱,苏小茂就是被她牵着鼻子走的小绵羊。 越陷越深,最后连自己怎么被宰的都不知道了,咱们得警醒啊, 不管是谈感情还是搞投资,遇到那种过分完美的事,一定得多个心眼, 天上不会掉馅饼,更不会掉下个完美的另一半,再说回苏小茂和翟欣欣, 这俩人最后还真领了证,可你看那结婚照上苏小茂被打清了的眼眶, 就是她未来命运的预兆,娶了这么个女神,她算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,婚后没多久, 翟欣欣就开始各种找茬闹离婚,一条普通的祝福短信都能被她歪曲成精神出轨的证据。 所要赔偿,苏小茂有苦说不出,只能乖乖掏钱, 她是拿真金白银往翟欣欣身上砸呀,房子,车子,奢侈品, 还有源源不断的现金转账,加起来七八百万,眼睛都不眨一下, 结果呢,翟欣欣一句归零,直接把她打回原形,更绝的是翟欣欣还给苏小茂扣上了故意传毒的帽子, 当初苏小茂告诉她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时, 她可是善解人意的说打了疫苗不用怕,可没多久, 这事就成了苏小茂的罪状之一,真是让人无语呀。 翟欣欣的手段双管齐下,一边用金钱诱惑苏小茂, 说只要钱到位,就好好过日子,一边用各种打压她,说她一无是处, 除了自己,没人愿意跟她,这扑我玩的,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 后来,翟欣欣更是狮子大开口,说自己有恐高症,住不了高层公寓。 还要苏小茂给她买新别墅,那时候,苏小茂的公司已经出了问题, 个人资产也被套牢在股市里,可翟欣欣哪管这些啊, 直接给了她两个月的最后期限,苏小茂实在是扛不住了, 终于决定放手,可这时候,翟欣欣又露出了真面目, 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,不仅要三亚那套房子的全部产权, 还要苏小茂再付一千万的精神损失费,苏小茂哪拿得出这么多钱, 翟欣欣就威胁她,说她公司非法运营VPN,偷税漏税, 她的WePhone也是违规产业,必须取缔,自己随时可以去举报她。 她还说,自己舅舅是司法机关的高级警督,一个电话就能让她去吃牢饭, 其实,WePhone主要是针对海外用户市场的,咱们国内的电信条例, 还真不好说她是不是非法经营,可咱们这位苏小茂大哥, 哪懂这些弯弯绕绕啊,他被翟欣欣一下,直接就怂了, 哪还敢跟她硬碰硬啊? 于是,苏小茂就乖乖地跟翟欣欣签了离婚协议, 给了她一千万,首付就得六百六十万,剩下的还得分欺负, 这六百六十万啊,可是苏小茂便卖了所有的股票。 理财产品才凑出来的,她为了翟欣欣,可真是做到了倾家荡产, 翟欣欣看苏小茂没啥油水可炸了,就开始天天上门催债, 短信轰炸,比讨债公司还狠,苏小茂被逼得精神都要崩溃了, 最后还得求助于家人,结果她连苏小茂的家人都不放过, 连带着一起辱骂骚扰,更过分的是,她还在网上发帖, 把苏小茂的名字、照片都报了出来,还说她偷税漏税, 从事灰色地带生意,还得了重度一杆,骗财骗色, 这帖子一出,直接把苏小茂给压垮了,苏小茂最后留下的遗言, 说她是被毒气翟欣欣逼死的,她群发的那句话, 也许是她跟翟欣欣相处的日子里做过的最勇敢的反抗, 苏小茂一走,苏家人顿时如五雷轰顶,他们强忍着悲痛, 赶到北京来料理后事,还要找翟欣欣讨个公道, 可是警方却以经济纠纷为由。 拒绝立案,后来,苏家人在网上公开了那份离谱的离婚协议, 还有转账记录,录音和短信记录,网友们一看都震惊了, 这翟欣欣也太过分了吧。 于是,大家就开始深挖她的背景, 结果发现,她就是个靠闪婚闪离敛财的结婚专业户, 她结过三次婚,每次都是从窝居的地下室出租屋, 一跃成为有北京户口,有房有车的白富美, 一开始,她的借口是帮闺蜜办事,结果自己转头又飞深圳相亲去了, 那有钱的男人啊,惊着呢,没让她得逞, 于是,咱们的备胎苏小茂就成了她的目标。 走进了人生的黑洞,事情曝光后, 翟欣欣被说成是职业骗婚的,赚得盆满钵满, 她一垮台,连带着婚恋平台世纪家园都跟着倒霉, 会员跑了,是职业蒸发了十几个亿, 更觉得是,她扯上自己那神通广大的舅舅后, 人家公安大学直接出来辟谣, 说她舅舅就是个普通教师, 哪有那么大的本事,这事没完。 翟欣欣还在网上开始卖惨, 说自己承受了太多不公平的指责, 可网友们根本不买账,反而觉得她更可恶了, 翟欣欣一看这招不行,又发长文, 说是苏小茂公司资金链断裂, 想不开才自杀的,把话说的, 好像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, 苏家人可不吃这套, 直接找律师起诉她, 要她把苏小茂给的钱和房产都吐出来, 翟欣欣一看,急了, 开始往苏小茂身上泼脏水, 说她家暴,出轨, 故意传染已干, 苏小茂的哥哥一看, 哪能忍啊,直接出来辟谣, 说弟弟到死都没说过翟欣欣一句坏话, 魔鬼,我们不会放过你, 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 苏家人早已铁了心, 要替天行道, 网友们也是一边倒地骂翟欣欣, 还把她和马荣相提并论, 那阵子连欣欣向荣都成了贬义词了。 翟欣欣终于急了, 微博连发, 说苏家重男轻女, 婆婆逼她生儿子, 又说苏想貌似恨国党, 还想转移资产, 这一套说辞, 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, 想挑动对立, 拿女权, 爱国来给自己撑腰, 结果呢, 没人买账, 网民们空前团结, 都成了苏家人, 这案子啊, 婚前婚后财产纠葛, 娶正男, 再加上疫情, 一直拖到2023年才宣判, 翟欣欣得退钱, 退车, 退房, 判决书上还写着她胁迫苏想貌呢, 苏家人等了六年, 终于判来了曙光, 今年三月, 翟欣欣终于被捕了, 想调解, 想补偿苏家人, 换谅解, 不支持调解, 必须一命换一命, 苏想貌的哥哥言辞拒绝了, 而翟欣欣啊, 这是看见门都关死了, 才选择认罪, 法律圈的人, 都说这案子性质恶劣, 很可能顶隔判十年以上, 所以, 我们在为幸福奋不顾身之前, 可得先仔细辨别, 眼前到底是光明, 还是烈焰,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, 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 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